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说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有不同的网友的feedback 我们最后再说吧 大头鬼还恐怖 说到他那时候才说 话说今天风水浩 他现在不在 下午上来有两个网友 看风嘴 看八字 这样能行 worries 於是伙伴卿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傭偶就在谈谈 主要想解采 因爲呢? 因为我们说这件事 spur合出 他回èn赛 因為我看到的,又有一大番故事,我心想,我身邊那麼多人都會看到的 無論如何,大家有不同的資料,信就信,有些人是堅決不信的 他一句話,你真是拘捕,你真是做不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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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禮拜,我收了一個匿名網友,就CAP了幾張圖 那天我們做完節目之後,那幾個小時,不是CAP了我們Youtube的圖片 Berry曼寶第658集,第1節,第2節,第3節,只有幾千人看,還做嗎? 我當然不會理會,那天才知道,剛剛做完節目,三個小時 第2節,事實上,我們的期待是跌的,我當然會分析,第一,我們節目做得不好,這個最重要,一定要認 自己放了多少時間下去,那就是一件事 第二,事實上,現在節目,大家明白我們的情況 我們一定不夠說什麼,一定不夠好聽的,對比起在外國的Youtuber 那我也明白的,第三,其實香港人是不是真的會聽少了呢? 因為,有沒有好說呢?這個是情形來的,其實 第4,就是,事實上,不要說其他娛樂,就算我自己呢,我有看Youtube的 其實我在聽其他類型的節目,我自己是說,是多很多的 多過這些,譬如說,我仍然有聽,《毓文》、《林愛珊》、《蕭先生》等 但是,關於這些時評的節目,其實我也聽少了,我也是聽別的節目多的 你想想,我也是聽別的節目多的,所以都很難怪的 但是,他說,那還做嗎?第一,我剛剛裝修完幾個月,有這麼多傢伙在這裡 第二,對我來說,現在這一刻,究竟是做節目,去維持我們的營業大一點 還是營業做節目大一點,我也搞不清楚了 因為,最初我們去做生意,就是所謂賺錢 當然,目的很小,最初,說初心,就希望頂得住台生活 台,不要客客要求,又說要執台,又說要批台,又說要批台,又說要批台 課金,要不然我就死了,怎樣的 好過這樣,雖然我也會這樣做 但是,相對底下,你來買東西,給我錢,我賺到錢去維持台,是重要的 當然,我們的台很快就維持到,但是就變成另一件事 究竟哪樣先,哪樣後,其實都分不清楚了,有錢就繼續賺 如果有一天,沒什麼錢賺,只能頂得到台,我想我也會繼續做 但是,如果有一天,連台也頂不住,我硬呢 我真的沒有這麼偉大,問心我舉 因為你也沒有多少硬,硬得多少 是吧,你硬得一年,第二年又硬 哇,大哥,不是吧 幾年之後都乾了 不用幾年,如果要硬就需要幾年 不是吧,除非不是,我只中了幾千萬 那就沒所謂,一年賺一百萬 一個月十萬,這樣也能賺到 你十年都是一千萬,我只中了幾千萬 就屌你,我都沒有這麼長命 當然,你問我最希望是什麼呢 大家真的不用再聽這些節目 不管我們做這些節目的時候可以再隨心所欲 又說 真的很難說 其實現在某一程度叫做宣洩性的節目 發洩性的 如果大家不用發洩,開開心心的 就真的最好了 由哲及興 真的由哲及興的話 現在聽到娛樂新聞是因為去逃避現實 以前聽到娛樂新聞是因為不需要理現實 真的尋求娛樂,是兩件事來的 我們來看看 今天最新消息 上個星期 國安處用23條 拘捕了7個人 包括周恆彤 其他6個人 其實都已經放了 但是在其中一個被拘捕的53歲女子裏面 就發現她原來在網上有訂閱 羅冠聰及其他人士 這裏沒有說會告她 訂閱羅冠聰及其他人士 其他人士又是哪些人呢 老實說 如果你說去訂閱Patreon 都等於是資助 他就是這樣說 真的很難不搞 今天又再傳出來 國安公署 公佈今早在沙田 再拘捕多一名62歲的男子 據消息說 62歲的男子 是周恆彤的舅父 資料是這麼多 我們就說這麼多 這件事 在上個星期拘捕周恆彤和這七個人 包括今天的購物發言 就涉及了一個 所謂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Facebook 原來只不過是周恆彤 等人 回憶他們以前怎樣去參加過這個六四維園燭光萬會 到後來成長之後怎樣去加入資料館 即是講日子 講自己的個人經歷 你說他可能會有煽動 或者敏感日子持續 那我又要等他上法庭 我們才去判斷 那麻煩你解釋 但現在也未要上法庭 沒有 至少還未告 另外 湯家驊昨天訪問 接受訪問 湯家驊行政 會議成員 民主思路的體徒 他認為 市民手持蠟燭到維園事行悼念 不犯法 他說一般自己做的事 沒有影響到其他人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提醒如果同場有其他人做犯法事 就可能會起嫌疑 我們先講他講的事情 維園 19年有舉行的 2000年有沒有 維園好像都沒有 2000年已經沒有了 19年就是 19年有舉行 19年有 我記得有的 200年在出現 200年在出現 2002、2003、2004都沒有 連續很多年了 21、22、23、24 今年的社團 不要省錢 其實你把我 球場下去更好 哪個這麼不生性 就把蠟燭抓到他 早來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人進去 過往多次到維園參加 支聯會萬會悼念的 六四的湯家驊說 他會用自己的方法悼念 沒有透露方式 因為我是公眾人物 就不方便 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如果有市民手持立足到維園 有沒有違法風險 湯家驊說 不會的 煽動他人 製造仇恨 或者 憎恨 才會違法 他一般自己做自己的事 沒有影響到其他人 沒有問題 不過如果這麼多人 有其他人做犯法的事 你在在場就可能會引起嫌疑 你說什麼 被認為參與犯法行為 就不太好 我相信香港人是懂得 如何處理自己的事情 老實實說 湯家驊說 你真的不要點人 不會犯法 和會不會為自己製造麻煩 是兩件事 甚至乎會不會犯法 我也真的不知道怎麼去形容 首先 你說 拿著紙蠟燭 去維園 是不犯法 不過如果同場有人犯法 就會引起人的念義 就不太好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我拿著紙蠟燭去維園 同場有人犯法 關我什麼事 看到的 我是不是犯法 當然 我不相信有人會以身示法 但是 其實問心一句 排名十一句 不知道現在有沒有聲明 大律師在香港 行政會議召集人 一個這麼偉大的 政團的主席民主思路 你說不會的 你說會用自己的方法悼念 其實嚴格來說 這一刻都不適合 道什麼的念義 有什麼好悼念 為什麼悼念都這麼絲絲縮熟 如果不犯法的話 我真的不明白 首先 我根本就不應該悼念 關你什麼事 反忠亂說 那些拆匪 好 實說 悼念不犯法 那就悼念 為什麼 連連都要問 只是問這件事 都很低致 為什麼大家會這麼 confused 我們先看一張照片 我看一張照片 有一間叫獵人書店 在深水埗 我當然知道在哪裏 這間書店 平時都不能夠算很旺場的 他一向都在門口 擺了一張沙發 大家有沒有看到 左途 有兩張椅 那是怎樣呢 是有人累 可以出來坐下 煲下煙也好 或者打下書釘 一向都有 根據店主說 自從他幾天前 他在店面貼著5月35 大家明白什麼意思 5月35 之後 三日後 就有警員到場 說他做什麼好 擺一張沙發出去 左腦 於是他都收回了一張沙發 但是接著 竟然派了 我們看看右圖 派了警員 在他的店鋪門口 這一隊是自稱深水埗 分區警局 登記所有出入書店 包括客人的身份證號碼 由4點半 登記到5點半 左右 才離去 就是做一個小時的工作 我就認為 這是6月2日 即是星期六的時間 即是算怎樣 你又沒有說他犯法 又沒有說他不犯法 又要登記一下人 登記只有一個小時 然後又沒有人跟進 究竟是否嚴重 就是這樣想 如果不嚴重 因為你登記了一個小時 然後3日 據我所知就沒有 今天就不知道 那就是不嚴重 那登記人做什麼呢 直接問他 為何站在那裡 你們站在那裡做什麼 是報通緝犯 是不是有危險 他說 是啊 不過我不需要跟你交代 神經病 你站在我家裡 公司偶爾 不用交代 老實說 你站在公司門口 你可以不交代 我帶我每一個出入的人 你去登記身份證號碼 喂 是啊 你有公權力 令我想起什麼呢 令我想起以前 警察要做黑社會場地 站在門口 哇 叫雞 那些人不用拘捕 都沒有抄身份證 都不用做生意 那些人真金辦 租一間店舖做生意 沒有犯法 沒有犯法 你要是你去調控他 說他把椅子放出去 人家都藏了那張椅子 搞什麼呢 為什麼要這樣搞呢 然後你湯家驊跟我們說 悼念他維園家紙蠟燭 不想犯法 你就不要想怎樣我 但他又說什麼 如果旁邊人犯法 即等於在街上 人打劫 我在街上逛街 你老實說 如果用這樣 那麼大用這樣的邏輯 就很麻煩 所以我所說 這些是不合邏輯 有時說邏輯 有人暴動 我剛剛走過 又乖我的股 判決有些是 所以 什麼叫邏輯 就是要這麼重要 好了 不要說這些 明天六四 大家自然有自己 度過過 過節的方法 問心一句 隨著時悅 有些人真的會慢慢忘記 他們的目的就是這樣 但有些人真的不會忘記 就算沒有經歷過 甚至是六四之後才出生的人 都會記得 那些週刊不一樣 或者是強保之中 六四的事件 但是政府越是這樣 其實就越令到人家 真的有一個好奇 譬如有些新一代 究竟是什麼事 好 好了 你真是 我不知道你香港政府 能力低下 還是真的悉病 隨便一樣 都是這麼嚴重的 原來有一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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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昨天是 6月1日 即是星期六 有一個叫做 Waterbomb 我不知道 證明他宣傳不低至 但不要緊 可能我不留意 演出 這個叫做Waterbomb 水中炸彈 Hong Kong2024的音樂節 原來這個 2024的音樂節很厲害 我不認識那些人 因為沒有說過什麼歌手 很厲害 總而言之 有些韓星 你只看一看 票價由980至3080 真的有些 真的有些 炸彈來的 好了 你也知道 結果天不造美 因為很大雨 馬力斯澤說 老實說 這樣下大雨 真的有些事情不能怪主辦方 你這麼大雨 但是有些事情 關不關雨事 是不是可以安排好一點 如果你這樣搞 你真的不要搞好過 我不知道這個主辦方 這個主辦方 是政府搞 還是 私人的 我真的很難 這次是私人的 政府性事表裏面有 這樣就慘了 你真的無端揹飛 你政府做事之前 你也想想 看看私人的能力去到哪裏 譬如 什麼要永 當然不代表什麼 做慣的 你也說 要留在城市 他想著 Waterbom在南韓 到處都可以 來到香港 才會搞得那麼差 你如果不是 你不立在城市 列表裏面 香港的城市 都沒得了你 現在你真是養蟲 好了 結果 不少觀眾 最主要 除了我們香港的觀眾 真的真的有 主要是我們偉大祖國 也有台灣 新加坡 馬來西亞的 真是朋友來香港 在風雨下 等入場 等了兩個小時 好了 寄放行李 一定會有些 backage 有些可能不住 酒店 有些可能喜歡吃東西 要寄倉 因為Waterbom 你會玩得上 玩的 手袋 你也要寄倉 好了 於是 也有朋友 五個多小時 都拿不到 到今天繼續派 今早 好了 內地網民形容 喂 沒有Waterbom 是不是新型詐騙 來的 結果大會 今天下午 在社交平台發表 道歉聲明 我不知道是政府逼他 還是私人公司 始終好些 都狠令嘲 就不和那些人 一無事處 零工作 然後大言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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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老母 你打算停雨才進 你就是想一下 取不取消 你一早就決定取消 那些人收工 即是回家 不用在那裏凸雨 你又不取消 那些人在那裏凸雨 這是戶外活動 既然是Waterbom 又不會有爆發風球 你便早些放人入場 躲 不要在那裏 就是尖山縮羽 他問 有內地旅遊客在社交平台發問 安排混亂 只士牌不夠 只士不清晰 結果 要排在兩個禮方的隊 alt才能下船 已經全身很濕透 既存行李 竟肯然要另外收費 commod rikt같 首先排隊超過半個小時 他們用防水袋 再排 多了半個小時,再去寄存行李 他說,你都沒腦子嗎?寄存的時候,脫個防水袋就可以了 即是不用排兩次,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一次可以搞定了,為什麼要放幾次呢? 你收錢後華,可能在河南河,你也要請人來討論收錢後華 那人家排隊寄脫的時候,你拿個袋子蓋住嗎? 為什麼要把袋子蓋住,讓人家自己蓋住,然後再排隊呢? 應該是在下雨的 另外一個旅行的客旅遊客批評,他說,入場的時候又沒有VIP通道 結果導致普通門票和VIP門票一同排隊進入 他說,他不是因為買了VIP隊,所以要這樣判刑 但是,你這樣是混亂的嘛,如果你正式來說 雖然好像有些分街輯那樣,當然也好 那麼,URP進入了先,一批人,也是沒有那麼混亂的 URP進入了先,一批人,也是沒有那麼混亂的 是沒有那麼混亂的 好了,他說,他真的沒見過這麼窮 如果行李寄存,貴也沒有,也不要緊 竟然是給紙牌而下雨的 就算不下雨,你的Waterbump是會濕身的嘛 他說那些行李貴也沒有,就這樣亂放 老實說,我正是,我擺到Lucky一掛我的牌 都還沒放進去,已經看到我的紙巢了,蒙糊了 好了,都還沒夠了 散場了,由於應領行李出現大混亂 怎樣啊? 屌你了,好嗎? 大會竟然,因為沒有人管制,大家一起去 竟然是由排隊,變成逐個袋叫 好了,叫號,叫號碼 而大件事是,有些號碼是下雨了 而最重要的就是,那裡有幾千人 只有頭兩三行,別人聽到,比如說1597 後面那些又聽不到 好啊,後面那些 我有提到他,為什麼後來會叫號碼呢? 最初你是,他排隊 排隊去拿 給你一個瓶子 48號 因為他只有兩個人負責 因為最初你去既存行李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人他排隊 好了,你的手袋,OK 在地上就算 不跟命的 裡面不跟命的,不分類 有幾千個的手袋 你給他想一下,是不是逐個找 就算你沒有找到,我找到是5768 是 你呢,就是在沒有order的底下 找5768,你怎麼找啊 找不到呢 於是,後來不行了 順手 就叫號碼 就拿那個出來,15978 但他又沒有咪 是 他說,看到有些人那些指 他爛組,我不知道自己他什麼號碼 好了 但是呢 因為呢 這樣的情況 也都沒有時間 人不夠 沒得 fact check 結果呢 有些未必出現 但是有可能出現的 根本那個手袋 是不是那個人你都不知道 就被人拿了去 好了 好了 好像聽見 根據這個 網民說 好像有些人不見到東西 結果呢 最後終於到警方 驚動了警 被警方開來看報警到場 去人樓管制 就開始慢慢有結局 結果呢 都是要搞警察 我真的要搞 哪一家製作公司 你這麼忍賊 你每個袋 最初是不是說 牌牌不行的 因為他查不及 於是要叫號碼 因為後來 有些人沒有自己號碼 當然 每個袋拿出來 每個袋 現場這麼多 有些人看不到 他什麼樣 譬如你銀包 我和你銀包 大家都黑色 你怎麼認 看不到 好了 結果呢 當然 主辦單位 今天下午 就發聲明 就賴颱風 我真的不關颱風的事 是完全不關颱風的事 是你們的處理 是很有問題的 他說呢 既存行李出現混亂 他只能夠再次致歉 所以在今天下午 1點至10點 會再將物品既存在應嶺區 10日應嶺也在松民處進行 至於沒有購買今天門票的觀眾 就是連續兩天 你多一入口處聯絡 在場職員 帶你去前往應嶺 唉 你真是黑病毒 這間主辦公司叫做Echo Hong Kong Marketing Limited 就是不知道 喂 人家Waterbump在南河很出名 來到香港就被你搞到一件醜事 總言之一句簡單 簡單 黑病毒 他還好笑 他以後想一個方法 去解決問題 就是以後 以後 沒有行李寄存服務 沒有了服務 就行 都行 都行 但是 你這個通不通才得切呢 好 好 人家 索性取消就行 我們不帶個大東西來 我們不帶個大東西來 有時候女孩子 男人都可以 現在這麼多東西 有個小袋子 是 那個小袋子 我都會覺得害怕濕 是呀 人家會寄存的 不是 你不如不要叫Waterbump 隨便可以 Waterfish 叫Waterfish Waterfish 就這樣放泵 放炸彈 你沒有水 要找金圓會 你沒有氣 真的 我都說是黑病毒 香港真的是 你做鬼都不靈 真的這些 做鬼都不靈 你又無緣無故就拿出來 說是自己勝事 如果不就不關你的事 對呀 你還可以出來陣陣就前 吵架 OK 休息一會